十大通緝犯嘆咖啡頭曬太陽被捕 還不想走? 捉到你了 這個曾經是英國十大通緝犯的男人 已經潛逃了四年 2005年他有份搶劫皇家遊政的車 奪走30萬港幣 隔幾年被人抓到 竟然趁出庭走掉 再找回他的時候 原來已經著草去了西班牙 但追捕的時候又被他逆線走 不過上個星期五 他掛著享受Cocktail和女友曬太陽 終於在豪華別墅泳池邊落網 警察全程連槍都不用開 就踏住了他 還在別墅搜出60發子彈 兩把槍和一把開山刀 消息就說 他過去四年 一直都靠易容和冒充他人身份來逃避追捕 難怪這麼難捉